这温暖依旧未改变 我们同欢乐 我们同忍受 我们怀着同样的期待 我们不风雨 我们不追求 我们真存同一样的一样 无论你我可曾小心 无论在眼前在天边 真心地为你祝愿 祝愿你幸福的一样 我们同欢乐 我们同忍受 我们怀着同样的期待 我们不风雨 我们不追求 我们真存同一样的一样 我们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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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给爸爸吸痰 他给爸爸按摩 你像丁家丽老师 他父亲躺在病床上 他给父亲抠大便 然后从 还是把大便掰开了 看看里边是不是 有些什么不消化的成分 那就是说 而且我身边 很有很多的朋友 我觉得我做的是 个非常差的人 我觉得一般的朋友 一般的老师 一般的同学 都比我做得好 但是呢 我确确实实有 这三个月的 这每一个 一些体会 第一个呢 这个体会呢 就是说 我刚开始回家的时候 这也得从讲故事开始 这个我父亲眼睛不好 眼睛不好呢 你还爱吃酱豆腐 这个酱豆腐 大家不知道 知道不知道 豆腐乳啊 就是北方那个红颜色 很咸的 一般酱豆腐吃呢 只能是拿筷子一点点加 然后呢 是一个调味品 他不能当真的 整口整口的菜吃 但是我父亲喜欢吃酱豆腐 他又看不清楚酱豆腐 他又没法切这个酱豆腐 他没不可能控制筷子 控制到那种程度 因为他眼睛看不见 是吧 那么 那我呢 在他旁边吃饭 中午嘛 我回家陪他吃饭 第一件事就是给他加菜 加菜 加到碗里头 酱豆腐 抹那么一点 像个火柴棍那么多 你抹在哪 他也够不着啊 他也扒了不进去 最好的方法 就是用我的筷子 放到他嘴里 对吧 我当时觉得个硬 你看啊 这个境界 你觉得你看 老人家这个嘴 用了我的筷子 我在用这双筷子吃饭 就是我第一次感觉到 自己有问题 就是给爸爸加了个酱豆腐 我当时特别震惊 我怎么 我亲生的父亲 这么痛苦 眼睛看不见加菜 是吧 我给他加酱豆腐 他用过的筷子 我都不能再继续用 这个 这个当时对我 就是一记耳光啊 对我来讲 是吧 你你你学什么呢 亲爹亲娘 你呼好人就这个境界 你现在参加论坛 汇报学习体会 在企业爱职工 每年拿出将近一千万人民币 来刻光盘 是吧 而且呢 到处都讲克服自己的习气 改正自己的错误 感恩与改过 七月份 在这儿讲了 你这个 这个酱豆腐这件事 感恩何在啊 改过何在啊 所以说啊 我我我我 我通过这个事情 我觉得特别吃惊 因为这块再往我嘴里放 我就觉得硌 我能不能对质 那这这烦恼出现了 就知道了 不行啊 这个境界 因为父母跟你有很深的感情 你要知恩要改过 从他们身上找到突破口 是非常容易的 而我离家四十年 啊 没有跟父母在一起生活 没有感情啊 那那我的儿子要 跟我一起长大的 他吃的剩饭 我就能吃得了 那我的父亲 舔过的筷子 我就不愿意用 而且你也跟父亲 有这种分别 嫌人家脏 他一定对你也是这样 所以我一回家 他老说你别来了 挺忙的 我说 我当时心里想 你怎么这么 就没说那 没说不好听的话 不识台句吧 也是差不多就这意思 怎么那么不知好歹啊 心里想对吧 你认为我这么忙 对吧 这个 中午自己在单位吃饭 董事长的办公室 有桌子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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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有秘书 司机给打来饭 那都是新鲜的菜 就我一人 我这吃饭 我还能睡一觉 在办公室 我这回家来照顾您 您这还 还挺不买账 儿子别回来了 啊 您好心我领了 我知道你笑 你行了 我明白了 你回来我也挺有压力的 哎呦 我说爸 那不回来 我这个孝亲尊师这一刻 我补不上 我爸说你补的差不多了 我认了 你及格了 哎呀 我说我这不行啊 我说我还没帮您洗脚呢 哎呦 我洗脚 你可千万别洗了 是那个家里 那个小阿姨帮着洗 你可别干这个 他们干嘛 你现在外边干大事 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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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家的钱都是你挣的 是吧 呃 你忙就算了 我没事 因为他有自尊心 但是他跟小保姆 我能看见 他感情很深的 啊 我这腿疼啊 你帮我捶捶啊 啊 这个袜子脏 你帮我洗洗啊 是吧 我这个 我这个肩膀这边酸了 你帮我捏捏啊 啊 这个 今天晚上是不是该烫烫脚了 他不支持我 他支持小保姆 而且我一去吧 我说爸 我今天帮您洗洗脚吧 啊 不用不用不用 我说 昨天刚洗完 是吧 那他带这个尿袋 我说爸 我帮你倒了尿 不用不用 你怎么干这呢 呀 不不行 致称感通 爸爸之所以不感通 因为你胡小林不支撑 你没有发自真诚心 你没有同情爸爸的心 你没有可怜他的心 所以我怎么办呢 这个 我就回家啊 回家吃饭 我就闭上眼睛 我跟我儿子说 儿子说爸爸你干嘛 最近怎么老回去看爷爷 爷爷怎么了 快死了吗 你看他都不懂事 说了话 我说爷爷看不见 看不见就不能吃饭吗 我说你把眼睛闭下 你面前有盘子 你加个菜试试 我就跟儿子一起 在演习附近 瞎眼吃饭的一个过程 根本就没法吃饭 你闭上眼睛 你加的菜 你往哪加啊 你说起来容易 是吧 那都是小保姆 加的一个小盘 他端那个小盘 吸得糊涂就吃下去了 你给吸壶就吃吸壶 你给西红柿 就吃西红柿 没得挑 而且老人家特别要面 自尊心强 他不说 你再给我加点这个吧 你再给我加点那个吧 他恨不得赶快吃完回头乌 躲在电视机前面 情绪非常沮丧 老了一大块 我跟儿子一边演习 爷爷吃饭这个过程 就一边掉眼泪 我才知道老人家有多痛苦 咱们不说更说实的要求 就这三顿饭 吃起来都困难 那作为儿子 对吧 你真的戳不出时间来 陪他吗 你真的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你自己在办公室吃饭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愿意放弃学习的时间 我八点半到办公室 看弟子规 我一直看到十二点 然后我吃中午饭 然后我睡觉 两点钟起床 接着看看到六点 这是没事 我不能影响啊 我喜欢呢 一看弟子规 就忘掉自己了 喜悦啊 这是我喜欢的东西 我认为照顾父亲呢 是应该做 但是呢 我没有感情去做 我觉得没有这个 没有这种动力去做 所以说这是很大的一种 一种不对称性 那么 所以在这个照顾父亲的过程当中 刚开始是认为我照顾父亲 你就知足吧 是吧 因为咱们学着弟子规赶上那么一个好儿子 还怎么着啊 对不对 咱们说白了 这不是学着弟子规 你怎么 我不回来是天经地义 我回来你就得感恩 就得知道 就得惜福 就这种心态 通过这个四个月 一步步跟父亲接触 该谢谁啊 真正该谢的是父亲 他给你提供了这么一个孝亲的平台 让你在这过程当中历练 再一个呢 就是这个 我就老想帮他洗脚啊 因为咱们学着弟子规 不是老说洗脚吗 鞠躬啊 磕头 这老爷子他不接受 不接受完了以后 就老强迫他吧 你就为了我 对吧 你就让我洗一次脚呗 没有什么呀 不行 儿子这挺麻烦的 你又不知道东西放在哪儿 什么呢 什么袜子拖鞋的 就是你洗脚是你的意思 你父亲并不在这个 在今天这个阶段 他不接受这样一种近距离的接触 脚呢 谁都不愿意让人碰 你跟他没有感情到 没有交到那份上 你呢 做奔驰啊 当老板呢 出入大餐厅啊 是吧 这个55岁又很成功 是吧 他给你没有这种 没有这种感觉 要你帮着洗脚 所以呢 后来我想不能 不能逼老人家 就有一天呢 吃完午饭 他坐在客厅 我就跟他在一起坐着 我就我等待机会吧 随缘妙用吗 那随他的缘呢 你的意思是主动 那就叫攀缘 老人家提出来 这叫随缘 有一天他突然说 他儿子 昨天啊 那个 这个左 这个左肩板啊 你看他这个左边 他看电视头是窗户 有封禁了 他说挺疼的 我怎么今天转头转不过来 你帮我弄弄 我好机会来了 你 这可是您让我弄的 对不对 这可不是我要求的 那咱们 您要求我帮您弄肩板 那就别含糊 是吧 那么咱们就得认认真真地 把这件事办好 你看书啊 这咱没学过呀 自己学 还买点松节油 给老人家擦 给他按摩 然后再弄热毛巾 给他呼一下 睡着了 因为你他岁数大嘛 八十六岁嘛 你给他捏捏肩膀 捏捏脖子 哎呀睡着了 睡着了 喊喇子就流下来了 这喊喇子流下来 我用什么擦呢 这对我又是个考验 我这玩意挺脏的 这喊喇子 你说这 手标我没指 那个小保姆来了 人家哗啦一抹那嘴 人家往衣服上一擦 哎呦 人家 这保姆 人家能做得出来 给我爸爸一抹嘴 我这亲儿子 这喊喇 就第二故事 喊喇子的故事 不行啊 不愿意动这个手啊 觉得谁找张纸擦擦呀 这多个硬啊 是吧 所以 这是一个切入点 你就觉得自己 确确实实境界不行 这又出一张考题 又不行 后来呢 我爸爸 开始让我按摩 觉得舒服啊 我儿子 你这按摩 真舒服 我沿着脖子 转不动 你想他可不转不动 天天坐在那不运动 腿脚又不利落 天天坐在那看电视 他的脖子都是低 我给他摁的时候 脖子说句实话 我才明白 那都是硬的 就会那个木板似的 我就拿那胳膊肘 这是一个方法 用肘 用这儿 用指头 打拇指给他推 推着我手都出筋 那得努力啊 帮着爸爸揉 他就说 哎呦 儿子你看 你给我弄完 以后都可以转三十度了 你给我弄完以后 都可以转到肩膀这来了 哎呀 原来一动脖子 就嘎啦嘎啦响 麻麻喳喳的 用他的话说 现在特顺 儿子你是跟哪学的 我这不是跟哪学 书上教的 跟书学的 你哪有时间弄这个呀 我这不是为您吗 您不是不让我洗脚吗 我只好按摩了 对吧 您让我弄什么 弄什么 这样不是您舒服吗 我说行 那今儿中午 你就吃个鸡翅膀 怎么意思吧 你那么辛苦帮我按摩 我觉得鸡翅膀特好吃 咱们家的鸡翅膀 可以在外边卖 我爸我吃素了 您知道吗 别说哪个 你要吃鸡翅膀 我就高兴 你要不吃鸡翅膀 我就生气 说明你跟我不是一条心 咱家的饭 有些吃有些你不吃 我觉得很别扭 我爸说 那有隔阂 这肉要是为众生吃 那就是公主 你要为自己不吃肉 那就是自私自利 那就都都都 都不吃肉都四年了 我爸您只要高兴 您甭说让我吃肉 您让我吃的喝硫酸 我都喝 只要您能高兴就行 然后我就吃了 吃了以后 那个恶心的 那多少年不吃这东西了 这这不是挑战吗 你说你要不跟父亲在一起 近距地接触 你怎么可能 谁能在你胡晓琳面前 这么要求你吃肉 一般同事犯不上 朋友犯不上 客户犯不上 你的下级也犯不上 那你跟父亲在一起 他是你的父亲 你是他的孩子 他跟你说话就随便 他就想说什么说什么 你找不到这种 上级跟下级这种感觉 你在父亲面前 你就是个孩子 你永远是孩子 他在你面前说话 不考虑你的什么感受 你的什么尊严 你就是孩子吗 这么多年 你想你大人跟小孩说话 他怎么能够 把你放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 所以这种东西挺好 他不管你是什么董事长 他也不管你什么 挣多少钱 他说你就吃这个 特别好吃你尝尝 刚开始还生气 我说爸 我心想你 差不多就得了吧 是吧 我这么辛苦来看 你又给你按摩 是不是啊 这个就这么不尊重 是不是啊 你给我一点面子 你们觉得好东西 我就得听 我就得看 我觉得好东西 你们怎么就不尊重呢 这就是对立 你说你不回家照顾父亲 你不跟他同桌吃饭 你怎么会遇到父亲给你出这个烤蹄吧 他让你吃鸡翅膀 今天这鱼汤不错 那鱼是先煎了 然后再炖的 像牛奶一样 你说听了现在都觉得恶心 怎么不能吃啊 对吧 但是不能吃行吗 不能吃是为自己 能吃是为爸爸 所以这个都是照顾父亲的过程当中 很细节的事情 能不能放下这个吃醋 吃醋 能不能为老人家把这个鸡翅膀 像演戏一样吃下去 能不能把这碗鱼汤喝了 能喝 你行了 你不是为自己 你不能喝 你为自己 所以我每一次回家照顾我父亲 从进门一直到出去 那全都是考试 我说这个 就是这个父亲 最后就范围越来越大 我爸再给您肩膀弄好了 那腰你一看 您文化大革命打伤了 咱得给弄弄吧 你就趴在这 对 我帮您推推腰 对吧 帮您按按背 帮您 您的腿又不行 全是肿的 因为它长期尿 排不出来 那个左腿都像木头一样 那么硬 帮帮的 和胡萝卜似的 和水萝卜似的 我特别着急 我老想帮他推 人家大夫说 你就推 挤他 慢慢慢慢的通过淋巴 这个水就能排出来 他走不动道 走路就会蹭似的 眼睛又不好 腿又不利落 你说这个人 他就几乎不能活动了 是吧 那么 那帮父亲推背 最后他这肩膀舒服了 他有了信任 他觉得给你在这方面 真推的 你会不会太累 我爸不累 我也锻炼锻炼身体 再说了 您是福田 我种了福田 我一定能得福 我儿子算了吧 你要这么一说 您再弄大夫了 您再把我给毁了 你那么大的劲 所以 我说不会爸 你只要说停 我就停 你让我按 我一定按 所以我爸就趴下了 趴在床上 我就帮着爸爸按摩 从肩膀一直推到屁股 从屁股一直推到 从臀部一直推到小腿 大腿肚的小腿肚的 推着推 有一天 我爸不让我 不让我推了 我说爸 咱们这一段按摩 有进步啊 你腰都直起来了 腿都有点甩开了 你没感觉 是是是挺好 就这么着吧 后来呢 他老不让我按摩 我们家的小阿姨啊 就照顾父亲这个小包 我们就跟我说 他说大哥 他说是不是有一天 你帮着姨父推的时候 姨父放了个屁 你马上就开窗户来着 我说对啊 特臭 我说那个屁 因为我说姨父特别怕冷 他这一个一个放屁 你就开窗户 他又趴在那 他就觉得你嫌弃的 哦 所以姨父说 以后不让你按摩 人家孩子嫌弹脏 咱们这个这么大岁数了 又控制不住 你想你按摩的时候 他哪控制住啊 这东西 对不对 你那么大的劲 又给他弄背 又给他弄肚子的 他控制不住啊 那他控制不住 他很自然 他就排气了 排气以后 你就开窗户 老爷子他八十六 他怕凉啊 就这天 他就他就他就不让弄 你看 这不是给我上课呢 哦 哈拉的是能夺了 筷子爸爸 酱豆腐吃了 你可以了 这屁懒的行吗 不行吧 谁都不能动他的窗户 再热的天 他都不开 他怕风 后来我跟老爷子 承认错 我爸 是吧 您老人家这一放屁呢 我就觉得挺臭 是吧 我这 您那给我出了考教 我没及格 现在您看您这个 好像您有点往心里去 啊 我说呢 这个您看 我还是想恢复 给您推背 这个推背呢 你看那个大夫说 很管用 您看您现在 左腿右腿 水已经少多了 而且呢 膝盖啊 和腿肚都开始软了 咱得维护这个成果 他说 他说这个 不用了 挺好 不能好按摩 这个老按摩了 对身体也不好 他说你 你听我的吧 我自己有感受 我现在特舒服 挺好 咱们坐着聊聊天 挺好 你回来 什么时候父亲 又让我按摩了 我就老想找个机 因为我现在要逼他 也不合适 我就 落实弟子规 做好中国人 您正在收看的是 大型公益纪录片 中华传统文化论坛 特别节目 圣贤教育 改变命运 有一天呢 您想他肯定人 有闹肚子的时候 这一闹肚子 就他那个眼神 就他那个脚步 他肯定赶不去 去厕所 就拉在裤子里边了 拉在裤子里边 那你想那多脏啊 对吧 我正好回家 那小伯母帮他 你想他看不见 那小伯母帮他擦 那小伯母又是女孩子 他又是个男同志 所以他觉得 特别不好意思 怎么跟他做工作 说这个护工啊 请来就是照顾您的 您不要有这种心思 你该让他工作 就让他工作 你也得解决一个就业 咱们给的工资不低 那他从心理上 他不接受 本来这是应该 儿子干的事 对吧 那么 那天回家的时候呢 正好赶上老人家 这个换裤子 哎呦 我那个 一股那个臭味啊 连中的饭 我都没吃 我这 我这 你就 他那个 那个 那个 就从来没经历过 这种场合 是吧 就是照顾老年人 没照顾过 特别是 拉在裤子里边 这些事 帮着脱啊 帮着擦 我几次想进去帮 嗯 就是没有下定这个决心 我有什么办法 能把这种 你不放下这个 你自己心理上有障碍 那老人家 他是能感觉到 你这个孝道 肯定进行不下去 因为你嫌臭嘛 你嫌脏嘛 后来这个时候呢 有一天晚上 我这是 这是很大的心病啊 因为老回去以后 自己觉得自己境界不好 也挺沮丧的 他成天外边去 到论台跟人讲 我说 全是瞎说八道嘛 你这个 你自己怎么做不到呢 哎 那天晚上十点多钟 我记得 我说我一定得看破放下 我说也没什么好办法的 你现在到哪 现在能看得不放得下 我就到了卫生间 就是家里的卫生间 我就拿我早上刷牙的缸子 我就看那个马桶 十五分钟 我说我能不能喝里边的水 哎呀 这刷牙的缸子 我说就得这样 一定要给它宽出来 给它咽下去 你不这么干 你这东西 你老执着的 你老放不下的 这叫什么觉悟呢 对吧 你现在嫌附近脏 这是障碍 那再脏的东西 咱都能进嘴 那是不是就可以 稍微把这事情 看淡一点 所以我 十五分钟就来回来去 算了吧 慢慢来吧 哪有这样 喝马桶的水 万一要不干净怎么办呢 又一想 还等什么时候的五十五了 心这么不清静 是吧 这点东西都放不下 你算什么英雄好汉呢 你成天外边甩开塞帮 你跟着吹 吹吹吹 你马桶的水喝得下去吗 你为什么喝不下去 你不是有执着吗 你心不清静啊 就斗争啊 进去了 卫生间又出来了 出来又拿着杯子进去了 最后我想不行 能死人吗 这天塌不下来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捏着鼻子 我就快了一杯 没快一杯 快了半杯 根本就没经过嘴 一下子进了嗓子 就喝白酒 咕噹就咽下去了 有点回味 回味没什么味 反正就就是水味 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为了克服这个 嫌臭嫌脏 你怎么能干这个呢 我说我这个马桶的水 一喝下去 我再回去照顾我父亲 我就没事了 这水我都能进肚子 您的痰 一点问题没有 给您擦搭电 一点问题没有 给您换脏裤衩 一点问题没有 您别说口水了 您别说您用嘴吃那块 那不是问题 所以突然感觉到 放下最重要 没什么 有什么了不起的 而且呢 我觉得特别奇妙的 现象发生的是什么 喝下这个水以后吧 也不爱发脾气了 也不爱着急了 为什么呢 你说还有什么忍不了的呢 马桶的水 你都能喝得了 你说你还有什么 过不去的吧 天底下比这 还有比这更脏的没有 所以呢 我这个 后来我总的一个经验 我只要嫌我父亲脏 我就跑到我父亲的马桶 我拐一杯水我就喝你 现在换的次数越来越少 因为不嫌脏 是吧 你就对质 因为咱没别的办法 你说咱旁边 你说你这个东西 修行就得靠过人 有些人说 你像老爷子那大便的池子 多脏 有些那大便还挂在池子上 你敢不敢换 你要赶快换 好样 我就是走出这一步 我特别感谢我的父亲 通过这三个月 跟父亲在一起 当然我喝水 我没跟他讲了 是吧 用牙缸的水 但是他能感觉到 你真不嫌弃他了 你不嫌弃他 他给你的感情 就推进一大步 是吧 你非常在意他 而且你帮他穿袜子 穿衣服 帮他擦身子 帮他扶他走路 给他换尿 给他倒尿 给他喂饭 他慢慢就接受 所以问题不在外面 在我们 他现在就开始主动跟我说 儿子 今天帮我捏捏屁股 他原来 我多待会儿 回去吧 上班去吧 不用了 没事 不用来看 我挺好的 他有面子 他有自尊心的 他不愿意给孩子添麻烦 感情没到那份 他不愿意给你张这个口 现在不了 儿子 今天屁股疼 你帮我捏捏屁股 这不就是进步吗 对不对 他依赖你了 他觉得这个地方 不能让阿姨按 而且按摩师 人家不给你按这个地方 是吧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进步 因为我们跟父亲这三个月的时间 变成了非常亲密的关系 他跟你呢 也是无话不谈 对你也不见外 那这就是一个指标呗 说明他接受你了 父亲接受你 那不是个大富贸吗 是吧 所以就开始 那您让我捏这儿 那我就得给你捏 捏着捏着 最后萎缩的肌肉全恢复起来 慢慢慢慢肉就长出来了 那这个过程是很累的 一身汗一身汗 这个妈妈呢 在旁边就不太接受 就是这老头子 怎么那么不懂事 天天 我就怕我妈妈在家 我妈一在家就不让我按摩 八十多岁 该死的人了 你干嘛老二儿子给你弄这了 人家多辛苦啊 人家外边有公司 还回来成天帮你按摩 你怎么那么不懂事 是吧 我就跟妈妈就讲 她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你爸爸 你四十多年都不跟我们生活在一起 你为什么突然这样做 那您问这个问题 那咱不就得给你解释清楚吗 我说妈 你千万别阻拦我 我照顾爸爸是我 对我好 您知道吗 照顾父母的人 等他老了 一定不能照顾他 您光心疼我 说看儿子给爸爸按摩 太辛苦 爸爸不懂事 你还就真让儿子按 一丝丝不就得了吗 天天弄啊 那是我妈 是我爸 我爸呢 也就觉得不好意思啊 我妈在的时候 他从来不让我按摩 等我妈妈出去有应酬 不在家的时候 他让我弄 我妈妈在的时候 他有压力 他怕我妈说的 那我必须得 把我妈妈的工作做好 我就说妈 人有三个田 一个叫悲田 第二个叫恩田 第三个叫福田 是吧 你什么意思 都是你这个 我说爸爸是恩田 这个田是能长东西的 我说您知道吗 所以您不能拒绝 我在这块田地上耕鱼 否则的话 儿子的老了 就长不出东西来了 以后儿子岁数大 就没人照顾 这是为我好 你把这个道理讲清楚 妈妈才接受 我觉得儿子还 真不错 我说妈 你看三紫荆上说 三材者天地人 三光者日月星 为什么人能跟天地相比呢 他说为什么呀 天地是不是能化余万物啊 长出东西 他说是啊 因为什么 因为有田呢 有阳光啊 有天有地 他就长东西了 那么天地人 为什么人能跟天地比啊 区区那么一点小人 怎么能够跟这么大的天地比呢 那不就是因为人有心田 这个心田啊 撒什么长什么 你撒善的种子 你长出善果 你撒恶的种子 长恶果 所以妈 这是中国传的文化教的 你也希望儿子有好报 你也希望 没有哪个妈妈 不希望儿子顺利 我说孝敬父母 是儿子以后有好报的 最好的田 你要不让我做 等于你就断了儿子这个 修福的机会 那你这不是真爱我 你是障碍我 我通过这三个月 跟父亲在一起 跟妈妈在一起 他们越来越依赖我 因为父亲86年 这个生命吧 所顺不会很多 所以我就觉得 我一定要跟他们搞好关系 我一定要把这感情 建立起来 我一定要取得 他们的信任 我一定要让他们 从我的身上 得到真实的利益 这样他就会听我的 他不是听我的 我不是听圣贤人的 那他就会听 圣贤人的教育 所以我一直就是 抱这个潜台词 时间不多了 一定要在这个过程当中 打造跟父亲的 这种彼此信任 彼此依赖 这样大家走的时候 你再跟他说什么 他就能听什么 这个笑才是最圆满的笑 你今天不拿出时间 不把这个鸿沟填平 不密切跟爸爸的感情 你说什么 他不会听的 那就像我刚开始回去吧 你走吧 你上班去吧 你不用老回来了 我们都挺好的 那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那个 他就会说 这个西红柿不能吃了 我儿子不让我吃的 我儿子说西红柿凉了 现在都应该吃点萝卜了 他就跟那小阿姨说 他说我儿子说 今天刮风可以不散步了 我儿子什么时候回来 每天十一点钟回来就看表 天天盼着我回来 我回来晚一点 堵车吗 哎呦 我儿子你终于回来了 怎么了 堵车呀 真想你呀 你看我这次来香港 他是依依不舍 说你手机开着 我可能有事要咨询你 他们给我弄件衣服 我能穿吗 他们让我喝这种水 我能喝吗 你得给我拿意见呢 你不拿意见 我这心里就没主张了 你看 从我刚开始回去 碰脚都不行 啊 呃 老让我回去 到单位上班 拒绝我 到现在呢 依赖我 我跟我妈妈聊天 你是这种人 都能起这么大的变化 你说这个教育多厉害啊 啊 我们真得到这种教育的利益了 他们都说 你看你 你原来还给你爸按摩 不可能啊 根本就想象不到 你原来一个月回家来两趟 你现在天天回家 啊 原来你爸爸就最讨厌 就是你做生意的 成天外边搞辣辣扯扯 搞不正直风 现在你爸爸说 胡老林我支持 挣的钱为社会服务 他说你爸爸 他说我现在突然发现 自打你回来之后 7月22号 一直到今天 三个月你爸爸就没发过脾气 为什么 我原来没意识到 哎 那天我突然意识到 吃了老爷子 真心一段 也不挖保姆了 也不跟我拉脸了 也不刺得你妹夫了 哎 为什么 我就问你爸爸 我爸说他特别舒服 每天就一个念想 盼着儿子来 什么都不如儿子来重要 啊 我可不能破坏我的心情 等我儿子来的时候 我气哼哼的 我为我儿子 我也不能发脾气 啊 这是我们俩 爷俩最美好的时光 儿子 这可不得了 我跟你爸爸结婚几十年 就没见过 他这么长时间不发脾气 啊 这个 而且现在 我我父亲是什么 儿子咱别老按摩了 这个 肢体上的按摩不重要 念念地子规 咱们来点心身上的按摩 这也很重要啊 原来我那光盘 我拿回家 他们从来不听 包括我妹妹和我妹夫 听什么呀 你不就是 你你你做什么了 我们家哪一件事 是你胡好林帮着解决的 爸爸看病 你陪着过吗 爸爸妈妈妈妈买衣服 你陪着过吗 家里小伯母走了 你负责到三妈公司招吗 是吧 家里漏水了 是你教职修吗 啊 家里的这个出现矛盾 是你调节吗 你什么都没干 你到外边去讲 什么传统文化 什么孝亲尊师 我妹妹从来不看我的盘 他今天 他最近才跟我说 哥 我们现在在看你的盘 因为他 他跟我说 哥我根本就不看 我觉得你们 只会说不会做 但是我现在 哥我发现 你真不得了 你真变了 那个 那个就是爸爸 那个裤衩那么脏 你就能够给他洗出来 而且你就 你就 你就连手套都不戴 哥 你这个真行 你怎么想的 而且你每次 给爸爸按摩完 那手直接缝 全是那黑袜子的颜色 你吃饭的时候 你就连手 都不洗 你就抓那个烙饼 就吃 你们这学匹子 不是学的 这玩意 这一般人做不到 我说就做给你们看看 你有什么病没有 没病 是吧 那个 他现在看盘 不仅他看 我爸不说 我儿子讲什么了 到青岛去了 那那放 我虽然看不见盘 我听听盘吧 这个我是从来没想到 因为你每次论坛 发言都得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 他眼睛看不见盘 看不见电视 他就听着电视的声音 叫听电视 听完电视 跟我讨论的儿子 你的盘 我都听了 讲的不错 但是 理论少了点 事儿太多 这个弟子规 关键理论要讲清楚 要让人信 你看 这一百天下来 不一样了 老跟我说 儿子 我就五十万块钱了 这当中有你给我的钱 每个月的生活费 还有退休的钱 还有我退休的工资 我呢 你妹妹一个儿子 你那俩儿子 每个儿子十五万 四十五万块钱 我说爸 这个咱们再商量 这三个儿子都不需要钱 那不行 这是爷爷一份心意 我跟你妈说了 我现在眼睛也不好 也走不了道 这个定期存款 我也取不出来 到时候呢 你记着这事儿 一个孙子十五万 公平 不管外孙子 还是咱们家自己的孙子 一个人十五万 孙子能用我的钱 那我多高兴 我是当爷爷的 就是一个人 都有被需要的这种欲望 都希望他的存在 能给别人带来利益 能够希望他的存在 能给别人带来变化 这是善良的 这是积极的 但是你怎么能引导父亲 把这五十万 不用在这个三个孙子身上 而是一用在救济贫困 那原来我一谈这个事儿 想想想你这个 什么这些东西 你别给我说这个 对吧 我这个钱也是挣路来的 也是自己辛辛苦苦 一辈子攒来的 什么布施吧 因为你老跟人说这布施 人家不懂这个概念 是吧 那么现在禁忌的接触 这半三个月 就老给他讲啊 众生有多苦啊 是吧 三路 三路清安的南粉 啊 讲着没有教育 这个世界上有多乱 因为他看不见啊 看不见咱们能看见啊 就天天给他摘了 我爸爸你看 这都没有教育 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 山西的黑梅谣 是吧 然后这个奶粉造假 是吧 然后假文凭 是不是 假论文 咱这个钱要用来 因为他从小学过弟子规 学过三字经啊 要用来印这个 用这些老师 印这些老师 刻这些老师 所讲的这些道理 这得利益多少人呢 你不觉得现在社会确定 托儿子完全对 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 我现在完全听你的 这五十万不能分了 我信任你 我把这五十万 我全交给你 啊 你去安排 对吧 好好地把这些 圣贤人的智慧 啊 能送给谁就送给谁 社会的安定 啊 这个这个 这个国家的昌盛 跟着有直接的关系 哎呦 爸 我给您磕一个 您这磕了不得了 你这个 你这五十万花呢 这太是地方了吧 都说你不是也有钱吗 我爸 这可两回事 这钱是您的 而且您主动愿意干 我爸 这可不得了啊 对不对 你不能把这五十万 用在咱们家呀 是吧 用在这些苦难的众生上 他们现在没有智慧 没有教育 你要用在这 对您老人家多的利益 我说您能不相信我吗 爸 我能坑你吗 我说爸 我爱你都爱不过来呢 我是儿子 虽然我不懂道理 但是你说的 我就信 我就交给你 你说 这个要没有感情基础 他要不从你胡考林身上 得到真实的利益 你不是真正的为他好 他能感觉到啊 你对他好 对吧 你每天 你放弃吃饭 休息的时间 你到这来 一身汗一身汗的 给他按摩 从夏天按摩到秋天 是吧 不嫌脏 不嫌臭 不嫌累 他是能有感觉的 然后 我原来是没什么 我是帮助爸爸 我每次走的时候 我爸说 谢谢你儿子 真舒服多了 他鼓励我呀 哎呀 这个背一推啊 血流动了 这腿也轻了 脚也甩得开步了 也有准了 你看人就 为了让我高兴呗 忙了半天 现在三个月回过来了 谁谢谁 还是我那句老话 咱得谢爸爸 不是老人家创造这条件 咱们到哪找到孝敬父母 这个 这一刻呀 沉则醒 婚则定 我做不到 因为我不跟他住在一起 他早上醒的时候 咱不知道 但是每天中午睡觉 我给他铺床 当我爸爸把这裤子 一脱下来的时候 我当时一愣 老人家这条秋裤 上面那个补丁 我就没数过来 全是一个方块 一个方块的补丁 而且到膝盖那都像鱼网一样 像那个硬币一样 一个动一个动了 腿脚跟那个裤腰松紧带 全都是毛了 因为我一看这 我说爸 你怎么 你怎么 这么破了 你怎么还穿这个呢 这没事嘛 这舒服 衣服穿的时间长 它随身 我说爸 你不能这样了 咱们家又不是没钱 第二一个妹妹 给你买了新的了 你怎么就不换呢 这不挺好的吗 那个穿着新的干什么 把这穿的不能穿再说吧 我回到公司的路上 我这个眼泪啊 就流下来了 这真是感动啊 昨天跟我说五十万捐 今天脱下裤子 是这样的状态 人家没说学 人家也没有什么 参加论坛汇报 人家那个中国传统文化 也讲不出个一二三来 这个裤子 我本来想拿来 我这裤子一定洗干净了 我干嘛 衣服不让不让换 我说爸 这裤子你得给我 这是我胡晓琳的传家宝 我要生生世世 累累累累 我要传下去 我要告诉我们家的后代 他的爷爷 是一种多么节约的人 我爸 今天我没给您脱个裤子 我不知道您内裤是这样的 我说我一看到这条内裤 我太惭愧了 我怎么能跟你老人家比呢 是吧 今年八十六 对吧 而且你说 咱们能能 你五十万都捐出去了 你怎么就不想让给自己买条好秋裤呢 你 而且他每次套着秋裤的那个小保姆说 这个指头从 就穿到这个洞里 再出来 再往下穿 那个脚又穿到那个洞里头 穿一条裤子 穿好几次 特别不方便 你说各位同学 各位大德 这不是爸爸对咱们的教育 你要不深层次的跟父亲接触 你要不让他把外裤脱下来 你怎么能看见他的内裤是这样的状态呢 而且他这种转变 他这种视线 对我来说 我就拿这条裤子回家就给儿子看 还要冰激凌吗 儿子 啊 你这一盒冰激凌 你知道 你看爷爷穿这裤子 这不到了吗 咱们吃香的喝辣的 爷爷人家眼睛也看不见 腿也走不动 穿着这么破烂的衣服 我只要一回去 就跟我说国家大事 国家建设 社会存在的问题 谁是咱们学习的榜样 谁是真正的 真正学习 所以 这三个月来 过的就是这种 就这种 太真实的生活了 没接触过 不知道爸爸的穿衣是什么样 不知道爸爸的吃饭是什么样 不知道爸爸的行走是什么样 不知道爸爸的困难是什么 也不知道爸爸的痛苦是什么 这能叫笑吗 这个笑到 卧食了吗 这种 小家庭不跟爸爸妈妈在一起 把爸爸妈妈扔给电视 扔给阿姨 扔给养老院 是吧 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你是怎么又能够做生意 又能管公司 又能管你自己的家 你又把爸爸妈妈照顾好 你再给他们大家 能够出一条路子 对吧 事在人为 现在反正是这样的 是吧 这么多年 大家庭没有了 父母没人管了 笑没人提倡了 你现在捡起这一块 你非常喜悦 非常高兴 你真正尝到了 孝敬爸爸的这种甜味 我特别感谢我的父亲 我特别感觉 我特别感觉 陆浴掌及薛衣掌无言退孤立 落实弟子贵做好中国人 我把你的脸为你把眼泪擦开 这颗心永远属于你 告诉我不在乎他 深深地凝望你的眼 不需要更多的预言 紧紧地握住你的手 这温暖依旧未改变 我们同欢乐 我们同忍受 我们怀着同样的期待 我们不风雨 我们不追悄 我们真存同一样的一样 无论你我可曾小心 无论在眼前在天边 真心地为你祝愿 祝愿你幸福平衡 我们不欢乐 我们不欢乐 我们不愿受 我们怀着同样的期待 我们不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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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真存同一样的一样 无论你我何曾相识 无论在眼前在天边 真心地为你祝愿 祝愿你幸福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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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愿你幸福平安